新聞網的發展和教育出版工作 他認為時局越動盪 新聞工作者越需要緊守崗位 我想重要的不是我個人發揮怎樣的作用 而是全香港的新聞工作者 好像我剛才所說 是秉持新聞專業的原則 客觀公正地去報導時事 評論時事 然後讓這個社會在知情的情況下 去作出選擇 這個人我們需要堅守的崗位 劉俊濤雙腳被斬傷 他現在可以用拐掌行路 他說是自己主動要求復工 希望分擔同事的工作 劉俊濤在今年2月 在西灣河被復擊後受傷 他說目前只是康復一半 要等腳部被斬斷的神經線重生 暫時只能夠下午做事 上午要做物理治療